今天一早可以看到有家长 马上是带着小艺新生来到学校 来敞勘一下 因为今年防疫的关系 所以即便明天开学的时候 家长跟访客都是禁止进入校园的 所以一早也可以看到 现在家长陆陆续续带着家里的小朋友 先来学校看一下教室的位置 那我们也来听一下家长怎么说 一点点 会有一点点担心 对 就怕他会忘记教室在哪里 然后走错路什么的 期待要上小艺了 然后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 可惜对 小咪咪可惜 可以听到因为今年防疫的关系 所以是完全禁止家长进入校园 那变成说小艺新生 他们明天开学的时候 只能够自己走进去学校开始上课 所以其实对家长来说 多少都会有一点担心 因为就很怕小朋友对校园不熟悉 所以进去之后可能会稍微哭闹一下 或者是找不到路 不过看起来好像刚刚那个弟弟就非常的淡定 应该是也蛮期待明天正式开学的 那另外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其实现在在校门口也可以看到 包括红龙还有这个量摄体温的设备 也都已经通通架设好了 明天全员开学之后 包括所有的防疫动作也都要做得完整 那所有的校园也都已经完成清销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